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心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苗董 愣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苗董 愣言一千日 第二百一十日 待望显真 总复习十番显见 佛陀要让安安跟我们认识 每天在作用的心 在什么地方可以显现 怎么在生活中去体会自己有心 所以用十种角度来认识心 十番显见的第一番 显见是心 佛陀就先举出他的手 问安安三个问题 此全光明 因何所有 云何成全 如将谁见 安安回答说 光明是因为佛身 为什么会有拳头 因为有手 为什么能见 因为我有眼睛 所以佛陀就从这三个问题 让安安来认识心 佛陀举了一个例子 有眼睛的人进到黑暗当中 就跟没有眼睛的人眼前所看到的黑暗是一样的 有眼睛之人看到的黑暗 跟无眼睛之人看到的黑暗都可以看到黑暗 所以不是黑暗就叫做看不见 而是黑暗只看见黑暗没有光 这一段佛陀做了一个结论 灯只能显色 不能见色 能见色的是眼飞灯 眼只能显色 不能见色 能见之性是心飞眼 灯跟我们的眼睛一样 都扮演显色的功能 一个是衣报 也是我们所处的环境 环境好 环境不好 它只是一个静 我们的眼根也是如此 它只是一个根 真正带着我们在看的是我们的见性 所以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就是见性是脱根 脱成 它不跟根成绑在一起 它是独立存在的 以上显现至心 至此 感恩 有请系列师兄继续显见不动 佛陀请长老大师兄来分享当初是悟到什么 乔成那大师兄讲 当初我悟到的是然个字叫克成 克是选主 成来选空 克代表一种外境的摇动 外境就是每天有不同的人 事物 就像客人一样 成代表一种是内心的摇动 这个成就是一种妄想 事实上 克根成都不是自己 它是客体 但是我们不了解它 就会徐着它而动摇 就像佛头放光 让阿难的头转过来又转过去 又像佛头的手做开合 阿难的头虽然会有动 佛手会有疏卷 但是他的见性是不动不咬的 阿难以为身体在动 心也跟着动 事实上是是在动 而不是心在动 所以借由克根成这两个字 来显出不动的是我们的见性 不管是对内生的动来显出空 或者是对外境的克显出主 都是借由这些动态 来体悟到自己内心 便无动摇 这一段就是讲 让我们可以借尽内心 认识到心本部动摇 不要许着客人而起舞 不要许着尘而被障碍 这样自然就会得到一种自在 以上显见不动 致辞感恩 有请下一位师兄继续显见不灭 大众听完前两番之后很欢喜 可是在在场供养佛陀的波士逆王 产生了一种疑惑 62岁的波士逆王 听到所有的人都告诉他 死后是一了白了 什么都没有 好像人生没有什么奋斗的意义 佛陀就从波士逆王的成长痕迹 从小一岁三岁到现在62岁 乃至于以后百年 我们可以看到射身 有身老病史的变化 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心 也有很多的改变 这个变化当中 究竟有什么是不变的 射身会身老病史 四心会身入意念 所有在不变的过程 都是一种现象 因缘和合 因缘生 因缘灭 这个现象是自然法则 但是我们的见性 没有依循这个法则 他始终如一 所以不管你现在是几岁 你的心从来没有改变 因为他本不生 他不会有灭绝 也不会有断灭的问题 以上显见不灭 致指感恩 有请下一位师兄 继续显见不失 这是阿南提出疑问 前面佛陀骂我 遗失真性 颠倒行事 信心失真 任无违己 所以会轮回 究竟这个真性 有没有遗失 若遗失 我要去哪找回来 如果没有遗失 为什么佛陀会骂我 其实佛陀就将手往下指 有上指于空 问阿南 认为这个是正 是岛 阿南当然就是从这个手的正岛当中 有一个价值判断 佛陀就问 你说我是正 你是岛 就像刚才 手臂一样 有正 有岛 我们来首尾相换之后 是不是就找不出来 哪里颠倒 我们在整个轮回当中 也是如此 其实是产生了颠倒的认知 所以遗失了真性 其实真性 没有遗失 这个世间 其实本质具足 一切身也好 心也好 都是真心所限之物 你怎会把它遗失呢 因为错认的过程 从惠媚 无名为开始 一路下去 再加上自己错误的推论 到最后 就有很多错误的观念 把你给迷糊了 佛陀说 我们有两种迷 一个就是 不知道真心 本质具足 我们的心 像大海一样 你却把它抛弃了 确认一个泡泡为自己 第二个 你把自己执着 在一个小小的色身里面 这个小小的色身 是会坏的 再怎么努力 都是没有办法 保有永久 以上 险见不失致辞 感恩 有请夏威师兄 继续 险见无缓 阿娜一直以为 真心是佛陀给他的 佛陀以八项 对比来证明 真心本来就是有的 阿娜听到这里就哭了 他说 佛陀 你说 这是我的心 我的心是大海 我怎么敢认呢 这是佛陀 你告诉我的 不是我自己的 佛陀就从两个角度 来泼制他 佛陀说 如果你是以判言心来听法 你没有办法听得懂 如果有人用手指的月亮 说这是月亮 假如那个人只看到手指 以为是月亮 那么这个人不但是去月亮的所在 就连手指亦失去 为什么呢 因为错认目标 佛陀以这个比喻来说 来破所言之法 又说 心 离开了分别法音 而能有分别性才是真心 但你的判言心 一旦离开了深层 便无分别性 譬如有人 投诉旅店 赞助便离去 不会久留 而旅庭的掌管者 只不会离去 这叫做庭主 佛陀以这个比喻来破能源之心 佛陀说 到底你是用妄心呢 还是用真心呢 佛陀就用眼前所见的 明 暗 通 色 同 意 酌清 八种项来说明 如果我们把它还原 八个项各有它的因缘 因缘深 因缘灭 而我们能够见到明 见到暗 见到通 见到色的这个剑 它的明暗变化中 始终都在呀 这是没有办法 随着明暗的生灭而生灭的 的意思就是说 它是还不掉的 这里就有个结论了 各有所还 当然不是你的 不能还的不是你 它是谁呢 以上是 显见无还致死感恩 有请下位师兄继续 显见不杂 这一段阿兰还是不太确定 又再问一次 他说 我虽然知道 见性无还 可是我怎么确定 这是我的呢 所以佛陀就用 四段说明来说明 物和见的分明 不杂 第一段 证明物不是贱 接下来佛陀就说明 物不是贱 如果是你的 叫做我可以贱 如果不是你的 就是物啊 所以你在看的时候 眼前所见的这一切 都是物 不是贱 第二段 证明贱不是贱 就说贱不是贱 如果能够见到的这一切 都是物的话 不管见得远 见得近 都是物啊 是谁在看 你在看 怎么会说 我刚才看得很远 这不是我的能力 是佛陀在帮我看 不是的 所以佛陀说 刚才所见的这一切 远的 近的 都是你在见啊 第三段 反变 见 不是物 再来 如果你硬要说 佛陀把这个见 借给了你 假设 我的见 可以外见 那 见就是一个可见的移动物品啊 如果你可以见到我的见 那我不见的时候 你能不能见到我的不见呢 如果能够见到不见 它就不叫做不见啊 如果不能见到我的不见 表示你不能够见到我的见啊 你只是用猜的 用亏论的 因此我的见 不是一个物品 可以借给你 第四段 反变 物不是见 假如 你认为 见 是物 那 这个物应当 是见 你在看见物 这个物应该是在看得见你啊 这岂不是无情的物体 和友情的见性 成为杂乱 分不清楚啦 即有情事件 跟这个无情事件 更不能成立 不成世界的 所以这结论啊 阿兰 你所见物相 和我所看见我的时候 你应该知道 这是你的见性 而不是我的见性 它不属于你 那会是属于写的呢 以上是显现 复杂质词 感恩 有请下一位诗窗继续 显见无碍 阿兰觉得很自卑 认为同样都是见 佛可以见到无量无边的世界 而我呢 一个墙壁 就把我的眼见夹断了 是不是见有大有小呢 佛陀举了一个例子 用空比喻真心 方气 元气 比喻旺心 来跟阿兰说明 方气跟元气 只是形状不同 但是里面的空 并没有方 也没有圆 空可以是方 也可以是圆 心也是如此 但众生 你己为物 被静转来转去 才会有大有小 其实 你把自己 当成是一个物件了 当我们拿掉气之后 你的心 就可以转一切的静 如果我们不知道 就被物转 我们就是众生 我们因为不同个性 以及以前的经验 而有不同的执着 及障碍 就如同方气跟元气 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修行者是有觉性的行者 而不是没有个性的行者 个性方圆 并不妨碍去接受 不同个性的人 试着把心量扩大 来做人处事 慢慢的就会行事 自在顺利 在这里就有一个 很殊胜的结论 叫做 于一毛端 便能寒寿十方国土 指的是真心 真心平常找不到 但是要用时扩大 心量到 便能寒寿十方国土 就能理事无碍 我们如果知道 就能转悟 则同如来 从显见是心 到显见无碍 这个阶段 是一个从自我的认定 到确定了之后 承担下来 然后发挥心的作用 在第七显见无碍之前 都是自立的部分 接下来就开始 误我同体 也就是说 当我们突破了 自我的设限 后面会开始 进入一个超越的过程 以上显见无碍 至此 感恩 有请下一位师兄 继续显见不分 听到现在 阿兰很沮丧 还是听不懂 阿兰的问题是 我已经有真心了 终于开悟了 那开悟之后 我是不是要把以前的 那个忘记忘身 抛弃掉 要怎么面对 原来的这个忘根烦恼呢 佛陀对阿兰说 见以见言 并所想象 如虚空花 本无所有 你眼前的一切万法 如虚空花 如梦幻泡影 都是假的 但它也是你真心的一部分 你不能把它 从你的记忆中抹杀 其实它原是菩提 妙境明体 所以你不要去 特别欺分 哪一部分是真心 哪一部分是妄心 真相就是你随着你的心 所呈现出来的世界 都是你心的展现 但是不同的生命历程 以及不同的角色来讲 每一个人看到的世界都不同 所以万物是一体的 不能分你的跟我的 大家都是在一体的状态中 你不能把它从记忆中抹杀 其实它原是菩提 妙境明体 所以你不要去特别划分 哪一部分是真心 哪一部分是妄心 真相是随着你的心 所呈现出来的世界 都是你心的展现 但是不同的生命历程 以及不同的角色来讲 每一个人看到的世界都不同 所以万物是一体的 不能分你跟我的 大家都是在一体的状态中 只是以各自的角度来认识它 万法一体 但色类各有道 万法一体 一切法如梦幻泡影 不离真心所现 但又不能代表全部 一切法回归真如 平常心事道 认清楚之后 我们不但不会被尽所转 而且我们还能够透过自己的愿心 为这个世界带来改变 佛陀告诉我们 我们都有与他同样的能力 因此我们不要小看自己 大家要发菩提心 我们可以通过 我们的心 来转变这个世界 以上显见不分 接下来 请下一位师兄 继续显见超情 佛陀说 杰性是本质具足 不假外求 非生非虐 如果执着自然不变的宿命论 佛陀就讲因缘法来破执着 谈或执着因缘法 佛陀就讲经济妙明 本质具足 人人都有佛性 所以 讲它是因缘 它既不是因缘 说它是自然 它也不是自然 不能落入两边 所以杰性叫做 非因非缘 亦非自然 非不自然 无非不非 无需非事 从非因缘 非自然 非不因缘 非不自然中 不断的斗定 其实是为了 要我们超越 自己的认定 及视线 所有的法 要保持弹性 不执着因缘 或自然 也就是离一切相 及一切法 菩提心虽然本句 非从外得 所以 非因缘 合合 但是 必须修正方形 所以 非自然 因此 不离 因缘 自然 在修学 过程当中 不妨 假借 因缘 自然的方便 来开心 真如本性 非疾 非离 才是 忠道 了 意 心是 自由的 随缘 不变 不变 随缘 只要心 充满正确的方向 你就可以 超越 它了 以上 险见 超情 至此 感恩 有请 下一位师兄 继续 险见 离见 现在到了 第十番 闲见离见 阿难又从 迪凡 听到现在 这时候 卡住了 产生了疑问 就问 世尊 必妙 觉性 非因 非缘 云合 长语 比丘 宣说 渐性 去世种缘 所谓 因空 因明 因心 因眼 事意云合 此时 阿难 误以为 掩饰 就是 见性 所以产生的 错误的定义 佛陀回答说 世间 诸因缘 相 非第一意 世间的 世间的 因缘 就是 因缘 合合而生 因缘 别离而免 见性 如果 透过世俗的 因缘法 来理解它 就容易 误解 佛陀说 我们要从 生活中 随着 因缘法 而来 超越 因缘法 超越的事 是我们的 执着 而不是去 超越 来否定 推翻 这世间的 因果 所以 我们要超越 的是 这些 境界 佛陀说 见明 之时 见非 是你 见暗 之时 见非 是暗 我们的 见性 就要超越 这些 明暗 空舍 这四种 因缘 不要随着 这些境界 而转 即使 这样的超越 还不算 厉害 佛陀 又继续 说 最后 还要 不随着 你自己 建立的 观念 而转 这才 厉害 也就是说 最厉害的 就是超越 我们 局限性的 见 于是 佛陀就说 见见之时 见非是见 见有离见 见不能及 就是说 我们能够 超越 自己 那就是真正的 见到 见自性 也就是 视自 本心 见自 本性 可是佛陀 就感慨的说 如等 身文 狭烈 无事 不能通达 清净 实相 说到身文 能 只是在现象上 观察到了 有轮回 但并不能了解 明白 其究竟的根本意 因为狭烈 所以没有办法 通达 清净的实相 因此 佛陀就要安耐 你要好好的思维 要发菩提心 无得 毗带 妙菩提路 最后 险见 离见 讲到 见见之时 见非是见 见有离见 见不能及 那 这时候 安耐 他又 发表了心得 他说 世尊 听到你这一路来 为我宣说 一元自然 和和 不和 心由未开 我又开始 陷入了无理无众 听不懂 到底在说什么呢 安耐已经有一点点 迷糊了 后面竟然又听到 剑飞是剑 连我好不容易 懂得剑 都要飞 还要否定 还要更超越 我真是 从真迷闷 安耐很痛苦 他又哭了 希望佛陀能够 慈悲 开始解惑 安耐就从了 从听到哪里 开始听不懂 就是 险见超奇 又听到 渐渐飞渐 真正是做乌渐了 真的闷死了 如果我们听法 听不懂 哭出来了 怎么办 我们会不会像 跟安耐一样 哭到跟 佛陀说 听不懂 这就是佛陀 非常的慈悲 佛陀在这 十番显见 佛陀慈悲的 用十种 各式各样的角度 来为我们宣说 来让我们如何了解 心是什么 还有心的作用 又如何在生活中 去体会自己的心 其实我们 好不容易听懂了 最后 佛陀还要说 还跟我们说 你都不要相信 你的懂 你要超越你的懂 这才会 真懂 我们是否跟 安耐一样 陷入了很闷 听法听不懂 怎么办 虽然听不是很懂 但是否有信心 对真心的了解 有更进了一步呢 接下来 佛陀就要十大绝招了 记起明天 期待明天精彩的复习 那时间 十番显见 总复习就到此 那感谢第三组的同学 接下来我们 请兼徽法师 祠悲开示 这组 这是总导演 是谁呢 马总 学校 实在太厉害了 我们都听到快开悟了 请总导演 来为大家分享 你这个整个编排的过程 你怎么样运用 这个十番显见 来让 每一位师兄 都各自 有他各自的显见呢 主要的是 每一位师兄 其实都开悟了 因为他们都明白一件事情 我们所做的事情 都是菩萨的游戏 而且 我们都不是为了自己 所以 当我把整个的计划 计划 说出来的时候 大家不是说 由我来指派哪一位 而是每一位师兄 都自动举手 我来说这个 我来说那个 然后 所以说 包括 英利师兄 还有圣华师兄 做PPT 然后我们从内文 开始做起 然后总共 练习了三次 中间不断地 在精炼 在精炼 要控制时间 所以说 最后一次 我们请 新测法师 来上来 听我们最后的总结 然后新测法师 又给了我们很多 很好的建议 因此才会有 今天的呈现 感恩大家 感恩所有参与的人 也感恩所有 听法的人 希望借此能够 能够真正的领悟 这个佛陀的苦心 阿弥陀佛 实在非常精彩 我们整个听完了之后 又简单 又有趣 而且呢 唱作俱佳 图文并茂 这第三组呢 非常非常的用心 最主要是 大众都很发心 而不是 哎呀 这师父一个人 这唱独角戏 然后其他人 就在下面拍手 那这就是我们 在学习 描动论言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发心 我们要把自己 当成我们就是阿难 我们也要把自己 当成我们就是佛 我们也要当成 我们就是当机众 那么学习 论言 它就会变得 很简单 因为它跟我们的生活 是没有差别 甚至于它就是 我们自己的 新的展现 那这一番呢 师傅做一个 最简单的一个回顾 除了在经文上 可以很清楚的 认识到 每一番的重点 那我们也可以练习 以一个对象 一个情境 来做一个套用 譬如说 那我们看到这个广告 这个人在喝牛奶 结果喝一喝呢 就看到了旁边 有一个小姑娘 不除可怜 不除动人的眼神 看了之后 忍不住 就把手上的牛奶 就送给了这个小女孩 结果呢 等到她一回神 发现是一只猴子 她感觉呢 这个 刚才看到的小姑娘 是去哪里的呢 原来呢 定神一看啊 发现是被骗了 是一场骗局 我们以这个例子呢 来做十番贤贱的套用 第一番 我们遇到了好的境界 是摩登前女 遇到恶的境界 也是摩登前女 但是不管是顺境 还是逆境 好事还是坏事 凡事呢 你的心没有办法做主了 你就会随着境界 而迷失 所以呢 刚才这个人呢 他就像安南一样 他遇到了一个好的境界 他就把他手上的牛奶 给放出去 结果醒过来 发现 哎呀 他竟然被一只猴子骗了 那事实上呢 你觉得是被骗 事实上是你自己的错认 所以第一番 要先把心先找到 其实所有的境都是旺 只有你的心是真 所以先确定你的真心 那当我知道自己是能够做主的时候呢 遇到一切的外境啊 他就是克 又是尘 所以对于克 显主 对于尘 显空 好 那到了第三番呢 不管这个摩登前女 是年轻的姑娘 还是老太太 其实呢 都是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心 我们在这个境界当中呢 从时间的角度来讲 这念心呢 是超越时间 也超越空间 也随着不同的情境 而不改变 所以显见不灭呢 就是让自己啊 可以找到不生不灭的永恒的生命 那乃至于呢 在这一些过程当中呢 你不管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 你永远呢 都会觉得无德无失 你不会因为你少了一瓶牛奶 而心里面很懊恼 很生气 因为你即使有所损失 你的真心也没有损失 那只是其中的一颗泡泡 也许我们觉得 哎呀 这个人生是一场梦 好像呢 梦醒了 就变成一个梦碎 事实上呢 其实不是 我们的心从来也没有因为 这一些德跟失而减损 那到了第五番呢 我们就知道 其实不管你的静 是明暗通色 缘空灼清 你遇到一切静啊 你把它还原 还原了之后 不该是你的 它本来就是生灭 让它自然的有生有灭随缘 但是我的心呢 在一切还原之后 其实本来就没有缺 所以还原之后呢 你就找到了自己的真心 因为这个不用还 而且呢 不管是什么静 在你的眼前 你都能够分清楚 物归物 剑归剑 调归 路归路 兄弟上山 各自努力 所以你不会因为你的付出 而被人拖累 有的人呢 他觉得他就是因为遇到了谁 而被谁连累了 或者是帮谁背什么业障 事实上呢 各自有各自的因缘 没有谁能够代替谁 所以因为物件不杂 那到最后呢 我们的心啊 虽然常常遇到相应跟不相应 但是呢 只要我们的心呢 可以啊 知道心是无碍的 你就不会局限在自己的 某一个时空的限制当中 那这个显见不杂 到显见不分 就是一个跨越 就是当我的心呢 能够从被动的接受尽随缘 能够保持自己的自在 但是接下来呢 就主动的怎么样 发挥自己心的一个 慈悲的力量 叫做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因为一切万物啊 虽然你是你 我是我 可是其实呢 众生是同体的 我们可以跟万物 是同样的 同生共死 那既然是如此 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 就从自己的心 清静开始 心静则佛土静 因为千亿法而动全身 一切色身相畏触法 其实呢 也不离我们的真心 所以不 我是不分的 那再来呢 就可以找到一个超越 现在的局限性的起点 我们不管遇到谁 我们都可以啊 转进 以前可能遇到好人 我就觉得我很幸运 我有很多的贵人 那我是幸运儿 而慢慢的习以为常 那如果遇到了恶的逆缘 你就会觉得 哎呀 我离他远远的 最好呢 此生再也不见面 永远不要再相见 但是呢 当你发现 其实这一切的发生 他都有一种诡则 你在这里面呢 可以超越他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 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离一切相 即一切法 所以在这边呢 佛陀用了一个 因缘法跟自然法 来看我们的心 是否能够呢 不局限在 某一个情境当中 最终呢 终是离一切相 而在实相当中 所以实相无相 而无不相 这时候你的心 就可以无入而不自得 就叫做超越 这个超越呢 其实我们就看 如果我们今天能够 在这个所有的境当中 动静闲忙 都能够不受影响 不受干扰 不受限制 那么就是真正的超越 你就真正得到大自在 佛陀也是如此 他为什么能够千百亿化身 他为什么能够随时随地 都安然 行一禅 动一禅 与莫动静体安然 因为他已经没有 这个自我的射线 所以见见之时 见非是见 见由离见 见不能及 到最后呢 连自己的一个知见 甚至于自我的想法 统统都能够清清楚楚的 不受限制 那在这十番当中呢 其实从一个情境啊 我们就可以有很多的反省 很多的观察 那在这个过程 其实都不离开自己的心 至于你懂不懂佛法 懂不懂这些名相 其实呢 还是要回到自己的真心 我的心很真实 就在当下是独一无二 谁都不能代替 谁也不能超越他 所以我们自己 要跟自己赛跑 我们要跟自己的过去比赛 如果真的要比 我们就希望自己 可以越来越趋近 与圆满 所以这个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心 希望大众呢 经过今天的复习 都能够显见无碍 显见世心 乃至于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好这是今天呢 简单总结 也谢谢第三组 带给大众这么精彩的复习 阿弥陀佛